大家好,欢迎来到美食菜味 现在正是纸姜大量上市的季节 它的营养价值很高,而且味道特别 几乎每个家庭都会必备 除了可以用来做各类的调味品外 还有其他很高的食用价值 今天就来分享我们这里 有位80多岁的老奶奶 用姜做了几十年的养生做法 每天早上吃个两三片 一个冬天都不怕愣 首先我们先把纸姜放在流水下面 用刷子刷洗干净表面的泥土 姜皮是一定不要去除的 因为姜皮是凉性,降入输入性的 两者搭配可以起来一个互补的作用 清洗好我们放到案板上 把纸姜切成薄片 其实姜的种类分为几种 其辛辣味是不一样的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程度 挑选不一样的强品来做 我挑选的这种是小黄姜 辣味中等 还有一种高产姜 就是牙子又白又嫩又长 这种就没有什么姜的辛辣味 但是重口味的朋友 喜欢特别辛辣的 就可以选择烙味强的老姜 给大家介绍了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切好以后 把姜放入大碗中 现在加入一大小食盐 用手抓拌均匀 然后就这样浸泡15分钟 这样可以软化姜片 使姜可以更好的入味 现在我们准备一点 这种白米醋 一瓶的倒入锅中 倒入的量 可以根据自己姜的多少来决定 这样就不会浪费了 然后再加入一小把冰糖 中火慢慢熬到白糖融化 融化后把火关了 倒入量杯中 就这样自然放凉 现在我们准备两个 可以密封起来的玻璃罐 水开以后放入蒸锅中 就这样蒸5分钟 这样可以起到一个消毒杀菌的作用 想要做好以后 保留的时间能够长达半年一年的 除了保证无水无油之外 还是要消毒杀菌的 然后把火关了 量干水分备用 现在姜片就已经腌制好了 我们把姜的水分挤一下 然后放入玻璃罐中 把放凉的料汁也倒进去 不用太多 刚好可以摸过姜片就可以 最后再整理一下 把盖子盖起来就可以了 因为用盐腌过入味很快 所以都不用等下一个星期 就这样静置一个晚上就可以食用了 这样做的粗泡脂酱 特别的简单损失 晚上吃姜 下锅披霜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晚上食用 每天早餐 搭配早餐吃个两三片 不仅味道好 而且这样常吃 有利于减肥抗衰老 还可以去寒暖身 整个冬天都是暖暖的 这个季节做的 就不用放进冰箱了 室温下层放就行 放个一年半宅的都不会坏 而且越是入味 越是好吃 感兴趣的朋友 就摄像起来试试吧 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美食 记得关注我 我是阿样 感谢您的支持 感谢您的支持